我去 这种生物也太可爱了吧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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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猜猜一猜 一表最强生物是什么 我知道 我猜是恐龙 我猜不是灭绝了吗 我猜是哥斯拉 哥斯拉不是那边才有吗 你们俩看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 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种神奇的六角恐龙吗 虽然长得非常蠢萌 但却拥有强大的不死之身 不管身体哪里受伤或断裂 都可以再次生长出来 而且不会留下疤痕 就算心脏没了 仍然还能再长出一颗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这个六角恐龙竟然又有不死之身 心脏没了都还能长出来 就算胳膊没了 还能反复生长 这简直就是满极生物 我们家有卖的 还有不什么颜色的呢 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我最喜欢的黄色也有 这个黑色的也满花的 那还等什么呀 马上再弹 嫂子们 六角恐龙给你们买来了 你们是不是真的又有不死之身 本来让我看看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哇 它们都在这种小袋子里 快看 这一只是小雨的黑恐龙 这一只是小鹿的金恐龙 还有这一只是我的小白粉 咦 这里面的冰袋都已经融化了 咱们的小恐龙都快支撑不下去了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帮它们三个 换一个技术环境吧 咱们先准备一个鱼缸 向里面倒入山泉水 现在就让我们来把三个小家伙放进去吧 咱们先来看看我的小白吧 把袋子剪开 哇塞 这个水怎么有点臭了呀 小白在这样的环境里 估计早就受不了了 咱们把它给捞出来 哇哇哇 它好软呀 它这身体还滑溜溜的 这也太有活力了吧 哇 它好活力啊 真的长了六个九哎 看起来 它好像在找食物哎 它可能受够了吧 哇 它身上软乎乎黏乎乎的 感觉这性格还挺乖的呢 现在到我的小间了 哎 我怎么没有发现它的眼睛啊 它该不会没有张眼睛吧 赶紧来打开看看 我姐 这个软好重啊 哇 近看的话 颜色好像更配了呀 金黄金黄的 太太漂亮了吧 小心一点 捞出来 哎 大好调皮啊 他怎么不想被我捞起来嘛 哎 进去里看 也发现不了眼睛哎 你放一刀也 过去 我好像看见他的眼睛了 这也太小了吧 简直就要两个小气泡嘛 这眼神 确定能看见东西吗 还是我的小白眼睛更大一点啊 哼 你们两个的鱼都没有我的小黑鱼好看 接下来让我来把我的小黑鱼解放出来吧 哎 太这么重了 我让我的小黑鱼这么竖 让我来摸一下 哎 抓住了 让我来把他放进缸里呀 我的小黑好像叙龙高手里面的夜霎呀 他的六个角都是黑色的呀 眼睛也是黑色的 小爪爪好可爱呀 这么看还有点像一个巨型蝌蚪呢 不知道他们三个能不能变成好朋友啊 我的小黑看起来很有个性嘛 有半个小时了 他们应该游饿了吧 快赶紧给他喂吃的吧 早就准备好了他们最爱吃的红蟹虫啊 这是不是虫子呀 他们一块一块的特别让巧克力 我觉得就像药丸一样 当然是虫子啦 快看 他们还在里面动呢 好吓人了 先从对方板上捡下一小里 剩下的留着下次再给他们吃 美味已经准备休息 我先看咱们的小鱼是怎么进食的吧 先来一点点小虫子 小金鱼快吃呀 咦 他们怎么没反应啊 难道是因为他们还不饿 奇怪了 他们怎么不吃这些小虫子呀 我还以为他们刚刚要开始吃了吗 你放的太少了呀 那我再来放一点 再来一点 这么多都不吃 这样下去 他们三位该不会饿死吧 可能是他们刚来新家 他们又是一环境吧 那咱们等两天再来喂他吧 小伙伴 咱们两天以后再电 让我来看看我的六枣恐龙怎么样了 这只青色的 它怎么飘在水面上呀 咦 大概移动不动的 不然了 小鹿小鹿小鹿小羽 不好了 什么 青色的六枣恐龙死掉了 什么 那不是我的内心吗 不可能 啊我的小鲜 不是说六枣恐龙是地表最强生物吗 为什么小鹿小鹿小鹿还会死掉啊 小鹿爸爸 你不知道为什么呀